嗨,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 说起韩国近年来与中国的瓜葛不断 特别是旅行这个问题上更让我们嗤之以鼻了 最近却听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 不少小伙伴发现韩国是泡菜的国度嘛 去了韩国没吃过当地的泡菜就跟没去一样 但问题是这些小伙伴反映 这些号称重宗的韩国泡菜 跟他们在国内吃到的泡菜味道没什么区别啊 而我们在国内吃到的泡菜基本都是国产的 如果哪家韩国料理店还打着原产于韩国的泡菜来吸引食客 那多半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韩国生产的连自己国内都供应不足 韩国内供应的泡菜大部分还是由中国供应的 所以呢 以后去了韩国啊 小伙伴们就无需标榜吃到了正宗的泡菜了 因为如果缺少了中国供应的泡菜 韩国的餐桌上就缺少了灵魂了 在寒梅惊呼 中国产泡菜攻陷韩国市场的背后 充分说明了韩国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 而韩国旅游对于中国游客的依赖 更是不需要再去证明了 盲目呼吁国人抵制韩货 抵制出游韩国 看起来也并不是明智选择 终究呢 事实告诉我们 旅游这一精神与行走的享受是不分国度的 只要有人类文明的地方 就有指标我们追随前人步伐的旅途 相比于韩国政府和媒体当心这样的情况下去 泡菜宗主国的地位和泡菜文化会由此衰落 杨阳认为更重要的是 韩国最需要重整的不是某个行业 或者自己的泡菜生产链 需要的是正视自己拥有的文化 给旅客呈现出你们文明的一面 这样旅客自然会认可你泡菜宗主国的地位 也会乐于去了解你们的文化内涵 以为去争夺一些虚名 也会让自己的缺点欲盖弥彰了 发现更多旅行趣闻 请关注最有感觉 杨阳和你不见不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